薛紫燕 前面就是要尸骨了 你再监视一会儿 薛紫燕 薛紫燕 你跟我说说话行不行 马上就到了 再监视一会儿 薛紫燕 你怎么样 薛紫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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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什么 薛 薛紫 你说什么 薛 薛紫 薛紫 对 薛淮 你要是死了 谁去采集无根水浇灌那枯枝呢 薛紫燕 你快醒醒 薛紫燕还在等你呢 薛紫燕 你的簪子还没找到呢 薛紫燕 薛紫燕 快去叫人来 你 薛紫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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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紫月 紫月 来 我不会让你死在这里的 对不起 莫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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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婆婆 薛谷主身体可无恙 已无大碍 只是还需要小心休养几日 没事就好 昨夜风雪太大了 我们无法入山寻找 甚是担忧 幸得公子相助 此夜躲过了一劫 谷中上下对公子真的是感激不尽 婆婆不用如此 薛谷主对我有救命之恩 保护薛谷主的安慰 在下定能义不容辞 老师没有看错 公子是诚直好义之人 此夜独来独往 孤僻惯了 能遇到公子这样的朋友 实是幸事啊 婆婆您过奖了 只是薛谷主是否是在下为有 在下也 我了解紫叶的脾性 他也是重情义的人 公子放心吧 好好回去歇息 这里有我呢 婆婆费心了 婆婆费心了 婆婆 霍公子呢 我把这个药忘了 你快给霍公子送去 让他暖暖身 启启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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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哼 讲 哼 然后 不 accordingly 一ある 给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看有下一堆ゴ旁 牧匾 fools 保护子 Haut 强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要走 我查探得知 白云宫的青鸾花近日会在杨州出现 未免生变故 我需及格起程去杨州寻药了 护公子果然是胆识过人啊 眼下余毒未清 又在风雪中度过了一夜 就有自信冒险去寻药了 像我这种不知爱惜自己的身体 肆意妄为的人 薛谷主可是又看不惯了 再半死不活地回来 我可不救你 薛谷主可不是见死不救之人哪 你不是不想见我吗 等到离行前才来跟我告别 怕不是一直在躲着我 那薛谷主也不曾来找我呀 想必是我的雕虫小技 早就被薛谷主识破了 没错 当日我的确未找到簪子 那只是个母质 醒来时我便发现了 怎会如此地巧 风雪那么大 那银铃簪 怎会如此刚好落在雪面上 又刚好被你寻得 世纪从全吗 那叫我死女人 也是世纪从全 有吗 那一定是风生泰胆 你听错了 罢了 看在你雪中送酒的份上 暂且饶了你一回 是 霍公子 在谷口稍等片刻 这酒 还不快谢谢我们谷主 这孝红尘一向只有我们谷主才能喝 可从没给别人 那就谢谢薛谷主不另赠酒了 是还你山洞那一壶 看来薛谷主还是不惯欠人人情啊 我本来还想着 靠上那坛酒 日后还希望你多救我一命呢 霍妃公子想得到没 没 的确是没 我只是给了你一壶 这普通的桃园酒 如今却换来 你们药尸骨的独门佳酿 如此算来 还真是我赚了 慢走不送 说真的 再受重伤就别回来了 我可没有那么多精力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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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几日啊便是年节了 嗯 要是霍公子不着急走的话 还能一起吃个饺子 就是 反正还有四味妖妖去 也不差这几天了 多一个人 还能多几道好菜 你就惦记着吃 哪里知道他心中的交集 心急啊 吃不了热豆腐 希望霍公子啊 能早日寻得下一味药 这可不好说 他说他要去扬州 听说扬州是花花世界 万一他一去到那儿 就被迷了眼 试了心智 就无心寻药了 他非贪恋红尘繁华之人 断不会如此 公主 公主 但取下一味药 的确是难 之前取药的时候 是趁阿京姐姐 正好不在世月派中 虽九死一生 但也有一丝侥幸 取这第二味药 只怕是难上加难 傻鸟 你的主人都已经离谷了 你回来做什么 好 谷主 霍妻公子都写了些什么 执念如怪 助人冲破风靴 那日我情急之下 假说此之为灾 方有你我 通破风雪回还 无销此之 事为赔罪 更为与谷主共勉 火气 原来那日 他在庭院萧木之 是为了这个 小刀用得不错 就是捉了血 小刀用得不错 小刀用得不错 鲨别这么久 小刀用得离水 人世主 奖用得离水 梧kus 来 这差不多了吧 你看看 挺好的 正规的 麻烦你帮我把酒装买 好 少侠 你还记不记得我呀 那个疯长 当然记得 别来无恙啊 娘子 来来来 你看看 看看谁来了 这不是少侠吗 少侠 我呢 姓孟 又须找你几岁 以后啊 咱们就不要这么外道了 你就叫我孟大哥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孟大哥 大嫂 你看看 少侠就是个爽快人 孟大哥 你以后也别叫我什么少侠了 我姓霍 叫霍老弟就行 霍 霍老弟 行 好 你看看 咱们都已经是兄弟相称了 那今天 怎么也得留下来喝顿酒 孟大哥 我实在是着急赶路 我把酒装满之后 就得离开了 你看这天色已晚 夜路难行 咱们也不差这一时半会儿的吧 你还没尝过你大嫂的厨艺吧 就是啊 一定不能走啊 对对对 不能走 那就打扰了 就打扰了 莫儿 乖 莫儿听娘亲的话 快喝了吧 把药喝了吧 莫儿 喝了药不就不疼了吗 莫儿乖 来 要苦 来 喝一口吧 莫儿 莫儿 乖 师妹 后期公司 师兄 莫儿 还记不记得我呀 来 让师叔抱一下 现在果然是长大了啊 穆儿 教师叔 师叔 真棒 上次见你的时候啊 还只会一压一压的 现在都会说话了 自从穆儿记事起 还从未见过师兄呢 还真是 那从今以后啊 师叔多来看看穆儿 你说好不好 好 师妹 这是 穆儿前些日子 在院子里玩受了风寒 平日雪谷煮开的药 明明很爱喝的 不知为什么 这儿的医师就 穆儿 来 娘亲求你了 就喝一口啊 喝一口就好了 不喝谷 穆儿 听话 来 不喝药 病怎么能好呢 甜的 来 穆儿 不喝谷 穆儿 来 这是什么 喜不喜欢 喜欢 喜欢 那你看这样好不好 你现在乖乖听娘亲的话 把药喝了 等你好了之后啊 师叔教你剑法 你说如何 好 好啊 那来 喝一口 慢点 真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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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儿 马上就好了 来 再喝一口啊 墨儿 真棒 墨儿 真棒 墨儿 真棒 师兄 你这才刚来 这么着急就要回去啊 是啊 我还得赶去杨株取药呢 墨儿最近只是偶感风寒 师兄不必挂念 早一日取得无为药 墨儿便能早一日痊愈吗 我每次看着墨儿难受 都恨不得能替他承受病痛之苦 只是我这个当娘的什么都做不了 我 怎么会呢 墨儿现在最需要就是你的照顾 你自己要多加保重 师兄 那你此去扬州 一定要万事小心 你放心吧 快回去吧 我走了 好 你自己去下廷了 我最爱你 然后你去下廷了 全部都要安重 你客人 你去下廷了 我的天啊 我给你帮你